大家好,華記4月15日報導 今天是國家安全日 香港立了23條 我們今天看到這宗新聞 我們前特首林鄭月娥 過去一年花了九百多萬 有六百萬左右是租金 有三百萬左右是四五個跟班 總共花了九百多萬 我想跟大家分享 林鄭月娥過去一年 對於我們香港人有什麼貢獻呢? 她的辦公室 我們看到前行政長官 梁振英CY 你看到他在黑暴的時候 2020的時候 或者現在 他對於我們香港的社會 有很大的貢獻 例如近年他經常在內地 促進一些內地的經濟 梁振英 之前就在幫忙打黑暴 以及對抗一些反對派的勢力 你看到林鄭月娥 浪費了香港九百多萬 沒有意思 這些排長要來做什麼? 這些排長 她也不會多謝你 林鄭月娥 我不知道她這兩年做過什麼 所以在今天 國家安全日 我覺得 開完節流也很重要 其實這些不必要的開支 也不需要 她已經退了下火線 你整個辦公室來 花一千萬又何必呢? 另外 今天 國家安全日 看到有一個 香港人 叫梁承韻 被判終身監禁 洩露了國家機密 我自己在想 過去那三年 有很多很多人 移民了 去英國 看到有位前電台主持 就在說 為什麼 那些人 會去 移民 這個 前DJ 電台主持 我就很鄙視 為什麼 其實就是你們 白色恐怖 寒蟬效應 不斷唱衰香港 妖魔化 共產黨 搞到那些年青人 全部走路 現在 你就問為什麼 其實恥作勇者 就是你這班老屎乎 我希望 香港 現在 已經有了23條 但是 有幾十萬的年青人 享受過我們的 高等教育 大學畢業 有無有益 投資了那麼多錢 現在去了英國 美國 送外賣 我覺得 作為一個正常人 或者一個 熱愛香港的市民 我覺得需要 吸納一些專才過來 我和大家分享 最近我成立了一間公司 香港移民有關合夥人的基金公司 這間公司 專門給 全世界的華人 或者內地的市民 想透過 付錢 黃金護照 拿三千萬 拿來香港投資 做移民 我正式成立了這間公司 我的拍檔 是有169排的基金公司 符合了香港的證監會的條款 和香港人民入境事務署的條款 只要你付三千萬 我這間合夥人公司 我便會免費 和你做一張 香港居民的身份證 7年之後 你就會有了 三顆星 永久居民 然後就可以申請 Passport 還可以 拿回鄉證 對於 一些 在中國內地 去了外國賺錢的 沒有了身份的 拿著美國綠卡 或者拿著英國 加拿大那些居留 他覺得 現在歐美不穩陣了 想移民回到 香港 或者移民回到大陸 他沒有渠道 他可以透過我這個 伊錦還鄉的計劃 就可以 買到香港的身份 從而可以進入中國內地 希望我們這個 伊錦還鄉的計劃 可以幫到一百人 一個是三千萬 十個是三億 一百個是三十億 在這件事上 我們會 幫朋友做到香港身份證 我們每一年 還會有回報 給這班 愛國愛港的市民 我們在七年之後 當你取得身份證 我們就直接把 元銀奉還三千萬 換句話說 你是一毛錢都不用拿出來 你買到香港身份證 和香港護照 這七年 還有回報 給你 我們覺得 中國內地的朋友 內地有一些商業奇才 例如你見到 物雪冰城 這些很成功的牌子 如果想進入香港 可以透過這三千萬 投資移民 來到香港 開店 令到我們的地鋪 飲食 市道 好一點 因為香港是購物天堂 和美食天堂 但是因為香港人 北上消費 我們的優勢 覺得香港就不夠人了 我希望透過這100人的計劃 可以令到在中國內地 和世界各地的華人 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可以來香港 付三千萬 然後就拿身份證 七年之後 連本帶利就拿回 我們在這裏 可以促成到一些 經濟的交流 在這件事上我希望可以成功 令到內地 和在 海外的華僑 可以回來香港 順帶一提 在 2023年 12月19日 香港 推出這個高端人才計劃的時候 我已經是想做這個生意的了 但是因為 當時有辣椒 你給了三千萬來香港 投資移民你都要住的 沒有理由租樓 租七年樓 但是去到今年 2024年 2月27日 財政司陳茂波 亦周期措施 就撤了 將所有的附加印花稅 全部取消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公司在香港 做了很多內地人 其實他們都是因為 不需要付雙倍印花稅 只是付回正常的稅 他就可以買樓了 有見及此 以及今天是國家安全日 我自己覺得 是需要做一些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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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要振興香港經濟 找一些內地的 有識之士 有能力的人 就來香港 將香港的 飲食 或者經濟 搞好 將他們的事業帶來 第二 在外國 回流了一個朋友 想這樣還鄉 或者退休 你可以有一個渠道 放棄你們外國的護照 就可以回來香港 申請身份證 之後就申請 香港的護照 再可以申請香港回鄉證 你就可以回大陸了 在這件事上 希望可以做到這件事 就是我們 走了 幾十萬人 我們希望 找一些 高端的人才 有資產 有食力的朋友 就可以來香港 振興香港經濟 希望我們香港 可以在這個政策的情況下 可以補充一些man power 一些人力的資源 詳細情形 我就會明天 和大家分享 今天就報導住那麼多 有時間直播再和大家說 多謝 拜拜 下一中華物業 香港一二手樓專家 專營九龍站 奧運站 一手樓專車接送服務 查詢6683 1882